青春老师这个人 很爱 安慰管我们 赶紧安慰自己 安慰自己 安宜 感觉我的代言马上要来了 怎么办 你就是会每次都在你家吧 我曾经也想过 一了百了 在美能和你相遇的时候 在青春老师的站队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可能是因为青春老师这个人 很随和 很可爱 他每次登场的方式 都是那种搞怪的 在一起来 就不如爱的感觉 我觉得他也想要 就是跟我们是没有距离 所以他一直就是以 很放松的姿态 就像我们这些好朋友一样 看到你下场的时候 其实人家有一点失论 当时哭了 当时在台上忍住了 结果青春老师过来 拉着一起下去的时候 就绷不住了 他一直都在安慰我 不仅安慰我 安慰我们群员 然后安慰完我们 赶紧又安慰自己 安慰自己 我看人真的特别好 你们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李建老师 东北湖战队 以5比1 战胜了林宇纯老师的一趟战队 祝责东北湖战队 你真的没有 就根本 我是想输赢的是吧 我觉得我们整个队的 讲话都是说 表演好我们自己的内部 输赢真的不重要 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会 特别有人要离开这件事 知道对面宋女女的时候 是什么情形 我当时我想笑嘲 前一 新姨 陆苏 然后宋女 我们四个人 我们都是觉得就是 谁赢了我们就阻合了谁 这是好消息 她赢了我也是开心的 只是我内心才失落 因为我是为团队而战 然后这个站在其他的学员呢 大家参与的路 有让你特别觉得有反差的人吗 都很好 宋宇宇 他自己抓了 我跟你讲他自己抓了 他在台上一本正面 一下台就是个 春春站队的学员呢 他们在舞台上跟在台下间差不多 因为我们不会亲密 我也不遭到事物所动的那种 他的性能很酷 就跟他的音乐一样高级 这烦烂的聚热 赵老师平常都一直都那么深沉 我很低调的一个人 平时喜欢那么冷幽默 很可爱其实 你当头呢 开心果 他不管怎样 他都是面对笑的 很nice 听起来就是 用那种 小包 就很想保护他那种 你们自己站队内部 会有什么一些担当的分工吗 我以前在站队里的名字 陆姐给我取的叫 潘尼 可能我平时说话呢 方向士安的男人 就 就是觉得我像阿姨 你像阿姨 也挺好的 我背后找到什么呀 有感觉自己火了吗 我觉得我都 因为火就过气了 有一群小可爱会 让我感觉就每天 每天的生活 就是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去宠幸他们这些小可爱 就是那种 行面的感觉就是 可能我回了几句话而已 几个表情而已 他们就炸了 他们开心 我也会更开心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就 算哪根葱啊 怎么就 视频刚 就是刚油烟火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人嘛 但是现在就是留下来的那几个 我觉得 这个是真心希望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 他们会叫你什么 董红子啊 不哭 之前的那个投票的什么的 他就说 每天一票什么 红宝平天就出道 你自己会刷那些评论吗 说的更多的是说 我像 金高银 这样的 心里就是会美滋滋的你知道吧 就是这样 保持镇定 也要被这些妖言所迷惑 你有看到有评论说 你的腿可以用来杀人吗 我看到了 我都要笑炸了 我当天 杀人这个词是怎么用出来的 这是眼神杀 我可以说腿杀 但是用腿杀人的四个字 就有点 必须要思考一下 读几条 就网友的评论 看看你的反应 姐姐好寒 我好爱 有金高银的感觉 想为了姐姐 爆满 干满几成 有达到就是 这个宣传的效果 感觉我的代言马上要来了 怎么办 你唱歌的感觉是那种 不是甩过五六百的男人 唱出的感觉 我觉得我 我 我的人现在挺精彩的 对就是甩过五百个男人的 没有没有 不是在情感上面的经验